2018年中国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 尤其是中国海军尤为给力 从刚开始的首艘航母下水海事 到003航母的消息 再到055航母的接连下水 这些举动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报道 不过由于各军迷朋友们期待已久的一大力气 终于有惊喜爆出 为此就有人疑惑他怎么样了 这个惊喜就是075型两栖攻击舰 很多人对这个惊喜应该有点陌生 在近代作战水面禁艇中 他的排水量排在航母之后 不过因为他内部结构与航母不同 能在两栖作战环境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种两栖攻击舰的重要性 甚至要大过常规动力航母 早前军方就透露出消息 沐东造船长正在建造一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一大批致密朋友在翘首一攀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 075型两栖攻击舰终于传来好消息 据媒体报道 11月17号 亲海军军官在某社交媒体上透露劲爆消息 075型两栖攻击舰依次有了新进展 目前已经从船体设计阶段 转入到实船建造阶段 第一艘075可能会在2019年开始下水 并于2020年列装我海军舰队 这个消息实属劲爆 按照原先的猜测 075满载的排水量应该接近4万吨 一次可以运载近30架直升机或固定一飞机 以及几十辆陆战装备 同时在甲板上还能够同时起飞 4架直升机或有垂直起降能力的固定翼飞机 可以预见届时我国海军的实力 又将有一个质的提升 甚至连举一座张照中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075型两栖攻击舰机可以帮助我军 夺取一个区域的控制权和制海权 同时又可以灵活调配舰上搭载的装备 用于紧急救援 据介绍 这次爆料与此前的猜测的消息还是有所差异 前海军军官称 照目前的情况看 075型的排水量约为3万6000吨 比之前得出的4万吨要小 但是与18500吨的071型一比较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据称 075型还配备先进的两栖作战指挥系统 未来将成为两栖作战编队大脑 对作战进行思考分析 而其他的任务 则由编队中的驱逐舰 护卫舰这些手下执行 这次 075型这个惊喜刚有一点动作 就被各路媒体到处宣扬 直到这个消息的俄罗斯网友还感慨道 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的确如此 俄罗斯很早之前就想拥有一艘这样的舰艇 甚至还找过法国求够西北风 但是最后合作失败 加上自己又无能为力 现在075的出现 人家能不演酸吗